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大家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郭代仪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观察 现在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刚刚佑达讲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下杀取量 到底是不是好事 各位当然是坏事 但是各位也不排除 今天是这个礼拜的一个什么 最差的一天 没有两天就不会这么差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 做起始空单的很多人 众志诚诚 所以今天才会 这个巴不得把这个大盘 打入这个18层地域 但是盘式的一个发展 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弱 就像我昨天大盘跌199点 我不是跟你讲吗 主要跌的是金融股 还有台硕士堡 今天一开盘也是这样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台硕士堡 就真的很抱歉 都跌 但是像这个1326的台化 跌到了15年来的一个低点 各位这也是蛮离奇的 所以说就看后面要怎么样去拯救台硕士堡大作战 当然这不是你我的责任 这个政策本来就要自己去找这些传产的机油股 自己去护盘 所以我们持续跟在蔡老师旁边 有机会我们就出手低阶就对了 来 各位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不会改变的 各位来 昨天礼拜二大盘几乎跟你说最低 跌了199点 盘是最低跌了209点 有什么拉台的迹象没有 对不对 所以今天礼拜三台子期的结算 大家本来就会紧绷一点 那事实证明今天的台湾股市跌破季线 也是在空头的一个什么 一个预测的一个走势 只不过就是说今天跌破这个季线 又带亮 当然是不是护盘的力道 有一点在扩增不知道 因为尾盘也没有看出来 明显性的一个多方能够 把这个空头的力道把它做扭转 那昨天我们看得很清楚 我原先想说昨天三点钟看看 这个外资圈是不是卖两三百亿 结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多 卖了451亿 那投信昨天也吓傻了 没有买进 所以昨天投信有买的个股 你都可以留意 你要逆向思维嘛 自营商连续卖34天不理他 大户昨天也有追杀的意味 借券增加了67000多张 但是昨天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 各位好的事情在这里 八大官股也开始慢慢的要表态了 是不是 昨天买了68亿连续两天 所以说要尽量表现 尤其目前很多的这些 各方的官员好像龙头都会换 对不对 很多的最近从16号开始 很多的一个公家机关都在换 那希望能够越换越好 对不对 大家台湾加油好不好大家一致性的 那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市 各位你说弱吗 我觉得也没弱去哪里 尤其废半也是开平之后走高 所以电子股依旧是大有可为 当然主要跌的 像这个稻穹跌的200多点 主要跌的就波音公司 那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各位对不对 那是飞机制造商对不对 737也是他惹的柔子 所以他这样一直跌 也把稻穹整个逼疯了 美国政府也要出来担当一下 不然空中巴士的股价 法国空中巴士股价一直走高 那当然这个波音这样一直跌 对稻穹也不好 那不管如何 我们的台币近期的确 被逼的有一点过分 昨天虽然是大贬值1.7角 但是昨天的成交量放大到了23亿 这明显会出 这个不用再去找谁研判 我才不相信官员看不懂 那今天早上这个美元指数 也来做一个大涨 突如其来的大涨 然后10元美债也又翻到14块以上 我修正4%以上4.058 对不对 大涨的一个3% 这都对多方不好 那至于说3月21号要降硬 目前也从7成跌到63.3% 大概都还是6成以上 这都OK 所以是这不会影响到联准会 3月21号要降硬 的一个什么一个预测 那只不过我们的台币 从这个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你看礼拜一大扁 礼拜二大扁 今天又大扁 那有什么办法 各位 外资不是说不管谁当选 都会强劲贿赂吗 事实证明 不像报纸写的那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各位 我原先写跌136点 尾盘收盘跌185点 跌势放大 跌势放大 那跌势这个放大 各位 当然有可能这个空单在今天大获全胜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可能今天就是本周的一个最低点 那如果今天晚上的一个美国股市能够反弹 台湾股市明天主流的一个反弹族群能够租倩 那当然我们要追上日本股市的脚步 也不是不可能 日本股市今天还创34年新高 36239点 从1月4号 涨到今天1月17号涨了3500点 所以台湾股市很落后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来各位 这个台电的一个预测 景气第二季复苏 因为用电会攀最高峰 没错嘛 是不是 对吧 这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你再来看这里 这是选钱 对不对 他讲华尔街爱台股 不管谁胜选外资都会强劲涌入这不对 但是高盛讲的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 一万九 今年2024年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大摩他也讲两万 但是这是乐观情境 他实际上最中肯的讲法是一万八千五 就悲观啊 然后中立还有乐观嘛 那个他就是故意讲乐观啊 其实也不需要来到一万八千五 大家都赚的啊 合不拢嘴就好了 但是呢 他讲这边也对 逢回家嘛 所以整个的一个盘面啊 各位关键还是台积电啊 因为主流你抓得准的话 你说昨天跌200点 今天跌185点 那关你什么事嘛 你就是低买高卖赚的啊 哈哈大笑 最好每天都跌200点 然后你个股每一档都创新高让你卖 各位不是挺好的吗 昨天也这样 今天也这样嘛 我讲的应该你一点都啊 不会糊涂嘛 谁说今天跌185点 你的个股就要跟着跌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是吧 那不是选股的问题嘛 233年台积电 11月12月份都是双减 月减跟年减 但是我跟你举例嘛 他11月份啊 得一个营收双减 然后从12月10号 一直到1月10号 外资在买什么 不是双减吗 利空出尽 融资有效的减肥 详细的数字在这里 是不是 所以你看哦 他12月份营收公布之后 他股价也没有跌啊 是不是 那我一直跟你讲 你要买台积电 你要买他大跌的那一天 因为他下档支撑 非常的什么 强劲 昨天大盘台积电 也是最后一盘沙尾盘 跌了6块又怎样 各位 今天还是给你收涨1块 所以不要去扯说台积电跌 大盘跌 已经开始在变化了 我认为未来 会不会走一枝独秀 台积电可以带动 好多档个股 各位所以说你好好把握 明天就是法说会了 不要去过度的解读 他的一个利空 因为市场上 他要跑上跑下 不是那些利多利空决定的 法人一起会决定 所以说我在那边跟你讲 大摩他写这个 有可能会叫你去卖在最低点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他认为台积电还是优于大盘 对不对 上看688 其他个股呢 来各位你看看台积电 相关供应链 来 COAS万论 今天来到173 涨停174 这不都是蔡老师跟你讲的吗 再创历史新高173 对不对 营收双征 为什么不能够持续的走强 来各位 你看看 我那时候跟你讲万论 6187 138 这12月27号刚讲的 今天来到173 138 173 各位是不是 万论 有吧 你看看 证据都在这里 有没有 12月27号 是不是 礼拜三晚上6点57分 COAS设备 各位有没有 你再来看看凡轩 对不对 今天也出现带量 走强 148.5 凡轩收盘收147 对不对 是不是波段新高 我跟你讲凡轩 143 今天最高148.5 各位 凡轩都是在近期 这上礼拜 1月10号讲的 是不是 你们看到 是不是 吴城市工程 凡轩 汉唐 杨基工程 雅翔跟盛辉 就凡轩 是吧 你再来看看 中沙 今天也是 前天就历史新高 他一样是高档震荡 也没有给你走落 是不是 你看我那时候讲的时候 128 然后中沙目前 已经来到了200块 一个人来到200块 各位 这个是不是都是因为台积电 相关收益的一个什么 一个供应链 没错吗 那你再来看看 大部分投资朋友 最认同的就AI 对不对 那AI 你看昨天我还跟你讲什么 昨天大盘跌 199点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不要以为 辉达他不会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是不是 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这个 是吧 因为我们要选举之前 辉达当天也是收平 也没有跌下来 5天内前面4天都创历史新高 我们选举之前 他维持平盘 跌2%几乎没有跌 是不是 昨天蔡老师 是不是给你打气加油 结果吓傻了你 为什么吓傻了 老师你是辉达的控盘者吗 那换我吓傻了 回答可以控制吗 不可能吧 今天早上涨了3% 6天内有5天是创历史新高 最高568收盘收563 全世界投资回答 听说包括 裴洛西也都赚 赚爆了 没错 是不是 你历史新高是不是赚爆了 赚爆了 是不是 超伟 也大涨8% 今天早上收在158 我刚已经讲了 他的历史高点是164 所以今天晚上搞不好就突破历史新高 追上挥打的脚步 所以你看AI的一个角色 这么的一个什么 一个突出这么的一个明显 同样的我们的一个台湾股市相对应的情城 是不是 情城这个挥打的V100 他就是做饥渴是不是 他在上礼拜二 营收公布的时候当天收涨停 我是不是跟你讲那就是公司派做多 因为他前一天还创近期的波段低点 你要了解 有时候这些都是守法 那当然这些法人股你不懂 所以说蔡老师依照法人的观点 我直接跟你讲 不是那一些主力的观点或者 只有公司派的一些所谓二职化的操盘而已 各位没有 我跟你讲的都是那一些真正营收新高 适合你大进大出的个股 真的是如此 所以上礼拜二就跟你讲AI整个扭转了 因为情城的关系 对不对 820情城 结果礼拜三开始续涨 礼拜四284 礼拜五也一样 我是不是跟你讲那都历史新高 结果礼拜一这礼拜一月15 对不对 282昨天大涨297 今天再飙到302 是不是 情城 有没有 历史新高搭配连续两个月营收新高 所以现在就很多的文章做出来了 来各位 你知道他关键写什么 为什么情城会大涨 预估 第四季因为月积暴增 11 12月业绩冲到17.94 对不对 跟18.11 所以他们预估 竟然第四季可能会赚5块钱以上 赚半个股本以上 非常正确 我只能跟你点出这样 非常正确 所以很多个股 各位 其实台币的一个什么 一个回贬是好事 我们一般都想说 那万一年报怎么办 台币近期生那么凶 近期台币又扁了 各位是不是 那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原先的一个什么 一个做梦行情 想象行情 又来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看情城 就是一马当先 回答 创新高 情城创新高 是不是 那昨天我跟你讲的 齐宏 他也是营收连续六个月 对不对 创新高 昨天出利空 是在跟你解释 前一天的一个大跌 昨天有大跌吗 没有 齐宏是不是拉上来 今天的齐宏再拉到358 三天内的高点是357 三天内的高点是358 是不是一样是强势的一个多头 连续六个月营收新高 是不是 所以齐宏如此 你再来看看 来 12月份营收三档 蔡老师跟你挑了三档 营收创新高的 秦宏几家 齐宏几家 第一档是什么 四星KY 四星KY今天表现得如何 你说老师 四星KY今天表现得糟糕透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为什么不赶快创新高 如果你做梦能够成真的话 你应该大家会拿香来拜你 事实上不可能 各位对不对 要务实一点 我们都是凡人 不要一天到晚把他神化 今天的四星KY为什么会走跌 原来今天一早现金增资 这个GDR各位有没有 发行预估这个多少钱 111.53美元换算 台币就是3500块 所以他今天的盘做压抑 是不是合情合理 当然合情合理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你讲 后面四星KY不去创新高 那这个大盘就假的 所以还有很多的一个内容 马上又到了广告时间 蔡老师等一下会跟你补充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赶快去加入 蔡老师的一个节目 感谢各位的支持 持续都是收视率冠军 大家一起为明天礼拜四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好不好 有问题的包括你个股 不晓得怎么操作的 赶快打电话来 蔡老师来帮助你 战胜恐惧的秘诀 只有一个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赶快来继续请丰盛老师 帮大家分析 欢迎你回到言行邦 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 好了 感谢佑达 来 赶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其实你不要去管台股 因为台股多空无常事 今天跌185点 搞不好明年给你涨300点 这也是有可能的 看什么控盘而已 但是如果你走产业选股的话 你通通不用去烦恼 今天台股市大盘跌185点 你受了什么折磨 你的个股一样可以创新高 让你卖得哈哈大笑 这就是产业选股的好处 台化股价15年来新低 就不说了 感谢他的一个什么 任劳任怨 就派台硕四宝出来跌 那今天你要留意 今天国具基本上是有利多的 但是盘市很明显的 大家就不领情 开高走低 对不对 所以到底涨到哪里 涨到蔡老师跟你讲的 所有的股票 经顶听说被勒索 01受益 波段新高 72 01你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没错蔡老师上礼拜跟你讲的 0166块5 01今天72 各位有没有01你来看看 是不是1月8号上礼拜一 30290166.5 资讯服务资安 有没有 你再来看看华泰 更不用说了 昨天62今天也一样62 你要怎么卖是不是高高兴性的获利入带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美超围没有涨 只有涨超围跟挥达 所以你是不是很高兴的一个获利入带 这绝对要的 富士达今天一样再创历史新高 这不是上礼拜讲的吗 是啊 487讲今天522 证据都在这里 各位有没有 大连大468也波段新高 蔡老师跟你讲的时候多少 814 证据都在这里 有没有 车用占比 是不是 台新科 878 今天早上刚刚讲的104 104 台新科 3265 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有时间去走产业面 这样你可以真正的超脱 买好的个股 买好的产业 你的希望就能够真正开花结果 你做不到你每天都会被这个大盘 涨你也高兴不起来 跌你每天都睡不着 各位是不是千万不要这样 好不好 所以蔡老师的节目就是希望你肯定我的专业 只要蔡老师能够帮你代佬的话 我一定尽心尽力帮你这个忙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感谢你的加入 好不好 持续的要支持蔡老师 我们业界的正能量 所以大家一起为明日礼拜四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好不好 这绝对要的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只有一条路 枪在手 跟着蔡丰盛老师走准没错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类 各别有加证券 我不当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是吗